是吧 现在有点烦他这个 还有别的吗 太烦了 他接下茬 我大学嘛 他歇班没事干 说我陪你去旁听一下 陪你听个课 那我说你行你来吧 他没有书啊 他不是我们学校学校没有书啊 一进门 老师就看见他 说同学你书呢 哎呦他来的 哎老师 我书跟我婶在一块呢 气我老师直接把他赶出去了 我又不是你们学校学生 而且我接下茬 那也是下意似的 再说 你们老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都大学了 我接去下茬怎么了 你倒是有幽默感了 他走了之后 那同学都怎么看我呢 他可不知道 啊 你们同学都怎么说你啊 没说 倒是那个眼神 看我奇奇怪怪的 就说怎么找了这么一个 对对对 我不也就是为了幽默一下 而且我那也是下意识说 不是你得分场合啊孩子 那大学的教室里 咱稍微敬畏一下 那是大学的课堂啊 您还不是那的学生 您说您 他不仅跟别人这样 跟我他也这样 而且特别嘲讽跟我说话 女生掉头发不是很正常的事 我俩合租的时候 我让他收拾浴室 您猜他说什么 自己说 就那一回我下班比较晚 然后他还让我去收拾浴室 而且那头发越湿越湿越多 就感觉那头从地里长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我就随口说一句 哎你下午是不是化疗去了 掉这么多头发 您看了他说这话 我身体不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跟我说这个 我听得得吗 我为什么敢说你这个 我不敢说你胖 因为你真胖 但是你 你绝对不可能去化疗 对不对 你当时这么多人说他胖 我都给你记下了 这倒霉孩子 他跟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面前 他也这样 是吧 对 你真这样啊 偶尔 那你听我说吧 你偶尔什么偶尔 我跟你朋友一起出去玩 女生化个妆 他带出去多有面啊 他太高兴了 人家朋友都夸我 哎女朋友眼睛真大 我还挺开心的 结果他说 哎你把眼睛闭上 那眼睛像有个脏东西 然后扒子一下 把我摔眼皮贴给撕了 我那不就是在朋友面前开个玩笑吗 而且你都那么漂亮了 万一我朋友对象嫉妒你怎么办 我不就是把你从天上 我人间这拉一点吗 跟你吃瓶子就行吗 那你凭什么说我卸妆大便活人 这么多人就你眼睛最大 咽压群芳那种感觉 对不对 他们也不嫉妒你 讲到这儿的时候 听出点余韵了 前面可以说是一些 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但是你越往下听 可意思就不太对了 他不分场合他这样 我过生日 别的男朋友送女朋友 什么鲜花戒指 他倒好 送我一个搞盒子 当时神秘兮兮兮 我手上说 哎这个盒里有惊喜 你回家自己打开 慢慢看 我还挺开心的 晚上到家以后 打开一看 啪挑出来一蟑螂 给我吓一跳 直接把那盒子拽了 我送你那盒子 也有个戒指 你知不知道 戒指你就不能直接给我嘛 说戒指我更生气了 我把那盒子拽了之后 连戒指就也一块扔了 大半夜我俩去垃圾站里找 你知道什么是惊喜 先惊后喜 我要直接就给你个戒指 可能你戴一阵过两天 可能就忘了 我要给你个盒子 你是不是得记一辈子 这个事 我记您一辈子 呵呵 恨您一辈子 行吧 你觉得这是幽默是吗 这是给铺灶的生活 添了很多佐料是吗 嗯对 行 他那个工作呀 生活的态度怎么样啊 还是这种 很游戏 很玩闹的态度 还是其实是很认真的 他可不认真 哦 生活里嘻嘻哈哈 工作你总得上劲吧 嗯 工作他也不上劲 他觉得享受生活最重要 天天适合玩乐 尤其看那街边 大爷大妈吵架 哎呦那镜头 我真的拦也拦不住 就差哪个本记下来了 我下班会来看看热闹怎么了 我那是观察人生 百菜行不行 而且谁还不喜欢看个热闹 你要有看热闹 这镜头用在工作上 跟他一起进公司 那几个人早都生之了 就你原地踏步 领导说的 他还嘻嘻哈哈的成天 领导说我 我难过也是一天 我开心也是一天 我开心过一天不行吗 您可太开心了 哈哈哈哈 他想开心 我让他换个工作总行吧 咱换个工作 他说非要参加 说相声 脱口秀大会 挺好啊 初选都没过 对 以后再来嘛 是吧 人家就是过去娱乐一下 兴趣爱好 仅此而已 他还有恶习惯 做没做相 站没站相 坐那抖腿 我看着就烦 我回家 我偶尔抖抖腿 怎么了 我工作那么忙那么累 回家我就 稍微抖一下嘛 而且我又没抖你腿 他还有拖延症 我交给他的事 要不然就忘了 要不然就一直拖一直拖 出岔子了 我俩出去旅游 本来就订好的 那时候正好是旅游高峰期 提前订房 省得咱没地儿住 他倒好 包在我身上 你放心吧 结果我们俩到之后 一间房都没了 搞得我俩还得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地铁 去别的地儿住 我那朋友工作太忙 一不小心给忘了 而且咱本来就是出去玩的 别提你那工作了 咱换个地儿玩不也一样吗 而且咱也没住桥洞底下是不是 咱们也有地儿住嘛 我现在觉得他呀 对我真的一点都不上心 不上心 他从来不吃醋 我就想看他吃醋的样子 我就故意说我跟别的男生聊天了 我跟别的男生出去吃饭 他倒好 来个你去吧 打扮漂亮点 别白痴人家的 顺便给我带回来点 你看他说世人话嘛 你从一开始说 我就知道你是诚心这样跟我说 而且你就那么想让我变成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嘛 你不怕我跟别人跑了吗 你凭什么跟别人跑 我这么优秀 你凭什么跟别人跑 再看你那几个朋友 出了喝酒就是玩牌 我比他们谁不优秀 而且你就那么幼稚 我对我工作自己的打算也有 你就是现在对我印象太刻板 你平时给我的印象都这样 让我怎么对你改 就是你太 你对我印象已经定死太刻板了 兄弟说说你的打算好不好 我工作打算 就是再干一阵吧 因为已经干了很久了 然后呢 然后就这么干着吧 然后呢 然后辞职换工作 换什么工作呀 还没想好呢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对 所以姑娘你这感觉是对的 你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 小孩挺逗的啊 属于那种特别逗的 逗姑娘开心那种 后来你越往下听 你越发现一件事情 她不是很尊重你 你发现了 对 她不仅不尊重你 她对你朋友的态度 是酒肉朋友 其实也不太瞧得上 没错吧 对 而在她的规划里面 她对工作的规划叫 随遇而安嘛 我听下来 对 不就干着吗 而在她的生活规划里面 似乎好像也没你们之间的规划 所以你心里有这姑娘吗 有 确实有 你喜欢她 喜欢 你爱她 就你爱一个人 这人天天就说你长得丑 你愿意吗 她不就开玩笑吗 不是 你愿意吗 就偶尔还可以 哎呀 就 我太喜欢你了 你看我男朋友是个谎话精 得谁就说谎话 特别能吹牛皮 亲爱的 你再给我吹一个牛皮 让我们看看好吗 可以吗 我就别吹了 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吗 我只想问这句话 不是 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 确实就是像她今天在舞台上面这样 每一处每一点 都是用这种方式对待你 对待你的家人 对待你的朋友 那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你听听